好的 这么独奶自己的对手 那我也来买一口吧 那个神幻大神已经是3比0的大神了 那请问一下 因为本次的四强将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中欧对抗赛 还有世锦赛的春季赛 你有做什么准备和内心 有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感想呢 其实据我所说这个比赛 3-4是出现不了的 所以我对之后也没有任何准备 我觉得我可能就到个儿了 就是拒绝了一波我们的独奶啊 那两位选手 我觉得对于本局的对战 自己有没有什么把握和胜算呢 我觉得我应该要赢 如果不赢的话 我怕会被人买断我的手脚 66666 我只能双击666 好的 那还是祝两位选手 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相信接下来肯定是会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啊 请选手前往对战台准备吧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解说台 那么下一场的话是由半具尸体营地爱德来迎战的是黑色神幻 神幻的话比较淡定 现在是一个3比0的比分 那么它的卡组我们看了一下 相对其他的一些卡组来说非常的靠谱 而我们的一个半具尸体爱德呢 这边也是带了一个兵法 前面小玉说了我们这个广告之后 我们聊聊这个兵法这个卡组 所以现在请小玉给我分析一下 究竟兵法这个卡组在目前这个版本里面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呢 教练你来说吧 他一定要让你去体会一下你的兵法到底是理解有多差 然后他再说 这样显然他很厉害知道吗 我兵法已经很久不碰了 作为国服第二法神 小玉你觉得兵法在当前环境下 他为什么这么好用 他存在的余地 明明兵枪没了 不是 因为其他人都变弱了 我就总结一句就是因为其他很多套牌都变弱了 所以他整体强度 他得到了一个二三的强力的补充 就是别人在退步 而你在进步 所以兵法现在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兵枪的退步 拿二三的补了那个三点伤害 被那个二三的优势全补回来了 因为其实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 兵枪提供给兵法的究竟是什么 是OTK能力 对OTK能力在对面已经没有了雷诺的情况下 我完全不需要OTK 我说我的水友的胜率是四十一身九负呀 四十一身九负 就是打下来的那个胜率 我觉得可能前几天兵法的环境还不错 这两天可能对兵法的水平要求是不是提到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就是兵法大家要注意一些带牌 就是有一些牌不能拍脑子带 就是一定要有用是吧 就我拿过来就是我要批判就是爱德这里面他这套兵法就问题很大 两张火山药水是干嘛呢 可能我觉得他带火山药水就是想要防快攻 比如说海盗战我用 你可以搬啊 但是你可以搬啊 海盗战的话好像火山药水也解不了什么 也不干净啊主要是 要么是一血的 要么是三血四血的 所以卡组方面可能也就火山药水比较迷 比较迷 是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熟悉一下 你想想当年最鼎盛的兵法型号 会有人带火山药水吗 没有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好像最后的时候兵法连烈焰分爆都不带了 对 就是选择了双兵环双暴分血控场就可以了 是的 其他都是在加强自己的过牌和伤害能力 这种直接AOE是轻不肝肠的 轻不肝肠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这种牌很贵的 就是卡组 对 而对于安东尼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导猫的卡是带了安东尼 而这个艾德是并没有带安东尼的 那么你觉得安东尼是不是兵法 现在补伤害的一个必备的牌 没有兵法之后一定要带安东尼要补伤害了 你现在这个环境你要赢任务战的话 一定要带安东尼 否则的话根本伤害不够的 但是你带了安东尼就概率大了很多 而且安东尼兵环现在对于很多职业是很难解的 很难解的 很难解 但这个环境里面小玉 其实安东尼说白了只能刷两个火球左右 你觉得两个火球是不是已经可以足够去弥补 你所缺和伤害 因为关键是让对面还要解安东尼是很烦的一件事 你要想清楚对面还有个解安东尼这件事情 单前版本只要感觉中漫术卡组的 截刹能力都削落了 比如说德鲁伊 为什么现在兵法的德鲁伊都有很高的胜算 德鲁伊现在根本没什么解厂了 德鲁伊他连根须都没有 然后腹根也没有 他怎么解一个被全场冻住的情况下 怎么解对面一个吸血管 只有很少愤怒 然后你过牌也没了 蓝龙没了 好来看一下这个艾德 那么他是来自广东的一位选手 这次带的是战士猎人法师和一个术士 这次的术士是一个动物园 法师是一个兵法 猎人是一个中速猎 战士是一个海盗战 而这个艾德的海盗战 带了凶恶的锄龙333 这个打脸的话可以进化一次 带了一个黑骑士 还带了一个火雨精灵 是他的一个特色 这道牌因为我们在第一天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黑骑特333卡手 让我觉得他非常大的印象 好 这边我们看到是目前小组里面 三圣灵妇的黑色神幻 本次职业是一个中速猎 一个元素法海盗战 以及我们的海鲜贼元素法 这两天天地里面我也是有碰到 比赛里面比较少见 这样的一套卡组两位怎么点评一下呢 火雨对元素法怎么看 其实不厉害 但是 看着还挺靠谱 还可以 在其他对手的卡组 更加不靠谱的情况下 是的 我也是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黑色神皇 为什么能三告零 它四套牌 总体来说 可能没有到 每套牌都到达 我们按照这种标准 但是都是T2 然后四套牌分格都比较一致 中规中矩的偏快一点的卡组 就不是有些卡组 就是一看就是问题很大 像他就没有那种问题很大的卡组 而搬水方面的话 爱德被搬掉的是他的法师 神话被搬掉的是的猎人 那目前的话是战猎术 迎战的是战贼法 那作为一个三杠零的选手 黑色神话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的四套牌都没有挂任务 头上没有一个包 所以他现在是三杠零了 就是能获得比较高的胜率呢 我们知道冰炫听说有很多包 然后他现在是零杠三 那前面告诉我说 我终于赢了一把了 离宝吉进了一步还不错 那么我们直接想 比如说灭神 听说两个包 目前一杠二 然后弱季也有包 也是一杠二 二杠二了 二杠二了 也二杠二了 心疼啊 这个任务体系啊 在打比赛时候 感觉真的 如果你的任务体系 不是非常的完善的话 真的有点不靠谱 目前啊 证明下来 最靠谱的好像就任务贼了 对 其他的包 都不怎么定 很容易摔得满头包 好 神话这边先上的是一个海盗阵 而对面的话 上的是 是海盗战 是个内战 海盗战内战 带螃蟹的是有优势 但是双斑都没有带 是的 唯一不同的是 神话这边带的是一个多头蛇 艾德带的是黑旗和三三的三的龙 那肯定是吃亏的呀 肯定是神话优势 你说我是五八八 你是个黑旗 有什么用呢 是的 我低你一分攻击 法运还比你高 那么黑旗能砍的就这个恐怖海盗了 六费砍一个三费的 六费砍一个 有可能是个零费的怪 你赚了还是亏了呢 你有可能都看不到他 我替了个小斧子挂机 是的 我硬币 硬币船长不是很好 要不就换把刀吧 那就换刀吧 换刀保留硬币给那个五八八 五八八是要命的 真的是解不掉有的时候 目前的手牌就是告诉你 先换刀 下回船长 然后硬币五八八 对 应该是这么打 然后换二金服砍过去 没错 好换刀了 赞免 比较尴尬 废用 哇 致命一击 致命一击 这 手牌减一一 很尴尬 上来个暴乱狂 随便砍一个 很难受 因为暴乱狂是被解的 所以就没什么厉害了 还好 这船长的buff就没有意义 暴乱狂是不能不解的 那 也还行吧 自己的武器看到了对面的船长 最大的问题是那个五八八怎么办 靠自己的墙打一打吧 小野军还不错 能打 能打三吗 还可以 本来只能打 但是打三的条件是要自己 你看 好 buff武器 是的 零被射去 哎 这波还是挺强 很强 这故事告诉我们 战士最强的还是 武器buff系统 而不是什么强力的生物 这边就很尴尬了 硬币588 硬币588 但厂攻还是有点高 加上下来和这些怪充脸的话 还是蛮危险的 是的 内战还是有点拼速度 关键是上面没有摸到那些东西 就是没有buff武器体系 还有对面机师这回要占便宜 是因为零费 上了一个山山嘲讽 好 这个时候应该不要紧 这个 不紧 就直接拳头脸 没错 以防万一啊 小野菊是可以转一下88的 因为小野菊一攻 打脸三个回合 唱88是打三 对吧 而且还能削弱88的一个血量 588血量变积血 是的 转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这怎么算都是赚的吗 哇 这 九血了 跳血这么这么快 已经死了吧 已经没用了 无解 无解 无解肥 好 那恭喜赢帝爱德 从他视角来说 是不是致死打一个 这87撞一个 还活着 还活着 看着好像还活着 看着我还活着 他直接打脸 因为87没什么好撞的 87撞一下 也是掉 也是掉三血 好 那那边体武器英勇打击 加海盗就赢了 这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 588其实对海盗体系也没用呢 嗯 588 之前外府有一个 专门讨论了一下 588这个牌啊 就是大家 觉得这牌高估了他了 高估他了 他的副作用好像 用下来误感 真的蛮坑的 就是当你发现是 相对牌组接近 越来越强势的话 他这个副作用 其实有 有一点可怕 对 感觉好像魔能都比他 副作用小 我们想一想 他比如说现在强势的 有些什么 猎人 嗯 猎人那战时候 其实他副作用很大 特别大 嗯 一个放狗血崩 不是有飞刀放狗 直接 直接血崩 直接狂掉不知道多少血 然后 煞满有的可怕的叫火山喷发 喷一盘 你二十四血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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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的副作用好像越来越明显 然后你打兵法的时候 人家暴风雪 暴风雪下着下着 你死了 你自己也没血了 对的 就他这张牌似乎是在优势的时候 可以帮你扩大优势 劣势的时候帮你搬不回来劣势 军势的时候 可能倒是你翻车 就这张牌就是 我们觉得 我个人这么厉害 你五废八八下去 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拖到后面就没用了 但是还是风险很高 这把爱德哪怕小野菊在手 都获得了胜利 所以是不是战士的武器buff 才是最重要的 随从反而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 因为武器buff加要免费的随从 战场了 还是谁战场 我觉得是那个三三挡住了一回合 也很关键 那个三三挡一回合 刚好赚到费用 对了 不是三三的话 八八如果踢到脸上的话 还不一定 下面伤害也很足 别人掀你一副打死你 是的 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主视角的 一个欧比视角的一个解说 那么在我们的副频道 频道三里面呢 还有叶行和会长 为你们带来的解说 那边的话是一个选手视角的 一个单面的视角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欣赏一下 好 爱德上了他的动物园 动物园现在已经 摩托到了在这个河雨精灵了 这个动物园啊 现在感觉越来越弱了 是因为别人卡手 好像越来越不可能 不是动物园自己弱 不是敌人变还变强了 自己越变越弱 就是 又少了个利弹 你说怎么办 然后黑色摊贩也是没了 就自己的优势都没了 直接一飞 两个一二还可以啊 一般吧 好 那这边赚刀 暗影布 这是一套海鲜贼啊 诶 其实也可以不解啊 也可以不解 全走脸问题大吗 应该也不大 因为现在动物园没什么buff能力啊 选择了解一个 解一个就烂自己的刀扇 就强行烂这个刀扇留在了5费啊 就血法刀扇在5费的时候打 好尴尬 你看这个动物园就受害了 又卡一费 然后灵魂火只要不丢那个女王 哇 血奔 那这边打个被刺 砍掉那个一 冲条鱼 问题也不大吧 对面没有黑色摊贩找灵魂 死残了 当然你省被刺也行 我觉得是不是 省个被刺 你想打刀扇 不太好 他血法都留下来了 可以吧 我的想法是把想法就是血法扔了 扔了 扔上去 扔上去那这个刀扇就越来越没意义 哇 766 看上去很厉害 地狱烈焰更厉害吧 配合血法可以全场A4 有点厉害哦 那那边有没有神抽 破蛋了吧 对面 哎呀没有神抽那只能练金练一下 草粉打一下 小鬼顶一下 下围灵魂火丢女王过一张牌 还能buff一次 你再一个血法地狱烈也全倒 好像还不错 但是别人血法地狱烈全倒 没有废你们不要这么 下回合 下回合他已经全倒了我的天哪 他今天被废出地狱烈就可以了 这很尴尬灵魂火要裸丢吗 这边有没有三三呢 哦大哥 还不错 但是亏了这灵魂火 这个女王在气牌体系里面感觉不是那么的 哎呦 没有联机可以打 呃那也可以随便啊 先把暗影部收收小鱼回来下回合再冲鱼就可以刺杀他了吗 那就直接扔个血法什么之类的吧 也可以 因为你总大哥不见得撞在我血法头上 我这血法我我默认我这血法战场了 嗯 对吧 他想应该是不会去撞血法的大哥 直接打脸 我大哥撞血法我也没什么亏的 换把刀暗部都省了 对啊 因为你只有一个攻击频率 现在斗园想要额外冒出一个攻击频率还是蛮难的 就另外一张大哥嘛 对的 他在想收不收回来有点怕 怕下午要不收回来没东西打连击 不可能 球员还是拿回来 但是他是海鲜贼呀 不太可能打不出连击 好 112 看上去好像很强 然后大哥 其实很弱 大哥迫不得已 你必须转血法不转感觉 就我觉得要走脸 他肯定走脸 真的不断吗 你转鲜鱼嘛你是 你不走脸你有什么机会抢死对面啊 好 这里想一下想一下 打刀扇 打刀扇就连击不了了 不要连击 你就刀扇加领军就把大哥解了嘛 是的 然后你再把那个也解一下 就留个四弓给他问题也不大吧 没问题 或者你卖个脸好像四弓都可以解 我想 对面也其实也只有十四血好像死的会比你快 嗯 要不暗影部把充分欲拿回来可以打四 怎么样 那暗影部就是接那个斜 斜级了 嗯 暗影部领军嘛 算了还是刀扇嘛 我觉得刀扇是不是更好一点 刀扇刺骨 刀扇刺骨 是不是赢啊 不赢吧 暗部是打 呃 因为领军上不去嘛 领军上不去 那就是五加不扣 四啊 九 九加二 十一 还差三点 很尴尬 其实解了感觉就引力啊 对啊 你就解解场上也没错 好 暗影部拿回来 截掉大哥 卖一下血拔 直接打脸不怕反杀吗 神仇大哥刚好反杀赶紧解掉一个一 好 对面需要灵魂火劫大哥 肺是不够的 先大哥再过魂火 肺也不够 刚好 只有鸡肺 只有鸡肺 所以剩的刚刚好 就是卡着你 让你难受 好 那这样是打到一个叫杀 然后自己没有任何风险 也是一个打法吧 距离 呃 好像完全没有风险吗 好像是没有风险 好像是没有 背面只有一张牌气费 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前面灵魂火丢掉了 对的 如果没丢掉好像是有风险的吧 双灵魂火 也没下风 有那么点概率 如果桌里面是一张风险 九加八十七 对双灵魂火 就是因为前面灵魂火丢掉了 所以是没有任何的风险 打的也是非常的细啊 黑色手画 这个动物园现在也是 嗯 感觉不知道动物园的优势对峙在哪里 因为动物园 你认为呢 本身是一套打对面卡手的职业 那现在这个版本你见过别人卡手吗 别人一位实在没事 没事做都能夸 挂钉的还有肯成卡手 挂钉的就卡手了 挂钉就是卡手了 挂钉就卡了 但挂钉的那些职业也不好了 比如说挂钉的任务战 任务战的也是打不过 然后挂钉的法式他有可能末日冰环 你没认金还拿他没办法 就你会发现越来越不好惹了 因为别人卡手的概率越来越低 印象你少了利贷 重要吗 重要 324 重要吗 重要 重要 然后黑石摊放 好像动物园弱是因为他的一些核心牌 通通没拿 都被砍了 麻风诸如被砍了 叫嚣被砍了 飞刀被砍了 也数一大堆被砍掉的牌 对啊 你如果你现在从狂野爬一个动物园出来冲过来 肯定把这样所有人都吊的 但问题是 以前最强的时候是恶魔园的这种版本 还有空灵拉二王这种版本感觉根本无解 嗯 还好 现在狂野的套路也是 腰膀越来越洋野 感觉动物园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好 这边是黑色神话 有那个 应该是 元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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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依依起手会不会没有一二起手 厉害呢 哎呀总比万一换了什么都没有好吧 冰箱没想要造用吧 嗯 他有一个火山钥匙 有一个远古教文 可以再找一点AOE 我觉得这动物园又难了 他这元素法就带了一张火山钥匙 结果起手就有 哎呀动物园有点怕火山钥匙 说实话啊 好这边稍微的卡手了 要不开个刁文 哎 在哪个链碰 直接碰 直接解掉 这应该不亏吧 不亏 来打对面四血 是的 那对面只能硬币跳个弹 315 不敢跳 因为手里没有任何破弹手段 要等四倍才能破弹 对 下回合跳 然后再破弹 那这边好像也解不了 寒冰烟动一动 直接打一下 然后再上个怪 再出一个12 也可以 那寒冰烟动一动 再上一个12 不用了 无所谓的 等会他想火山药水 对啊 你把他血撑上来就行了 对 你又不会打我脸 三费打火山药水不太可以 而是非 等会再说呀 再说 对吧 凯德不用打了 他就直接二血了已经 非常好 那上一个派洛斯 火虫点掉他怎么样 可以啊 然后对面吃蛋了 下回合很凶啊 这一波 二叔智慧也行吧 二叔智慧再上个怪 就不理他嘛 不理他下回合打火山药水 也行 因为对面应该不会来碰你这个1 对啊 对面下回合有一定概率是阿古斯加蛋 嗯 但是他在想的是这个555怎么处理的 这个蛋如果被破开的话怎么处理 那还是 哦 那寒冰电 这是为什么呢 没够要吧 他在 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寒冰电就保了个11没必要吧 而且这个555的话怎么去处理呢 不管 这波是最强势的一波 是的 好 算计划 计划两次 什么东西 加三生命值 厉害 再来个磨免 愤怒吧 凶一点 磨免 磨免吧 当然也可以拿两个那个 王语的 王语 王语尤其还是磨免优先 前夕是最骗人的 磨免真的打法是很不错 对 四个磨免吧 他不能火冲 补刀 是 很恶心 好 水宝宝 好 水宝宝加一个另一个元素 只能这么打 攻击频率比你多 打你脸了 怕不怕 对面说我不怕 阿古斯一架 反咬你一口 阿古斯架要不要解水元素啊 水元素蛮烦的 追个11 然后双架一个磨免 然后一个66 66刚好可以吃36了 可以 也没什么好解 主动去撞 诶 他不架就是不解 嗯 对替脸感觉 一般吧 还行 韧性 我有个五八魔勉强 好 这边 可能要打火山药水了 怎么打才能赚呢 怎么打都不赚 我觉得不打 好难是吧 因为自己生物还在啊 哇 这三个比较垃圾 冰洞粉碎者 这三排太坑了 上去打完了 他就动住自己 不过对面 术士好像血量不是很高 一拳过去的话 一个火球也就差不多了 嗯 但是有个磨免墙啊 怎么过失的问题 等会再说 好 二二姐别的呢 拿回来一个14 好66 66完是10是吧 嗯 对 1010 也没啥用 好 这边可能要弃牌了 先上一只小恐龙进化一下 是的 然后呢 一一解三一嘛 然后全走脸 就关键能不能扔到 扔到三三嘛 就问题 这个扔不扔到 而且是怎么扔的问题嘛 就 影响还蛮大的 对 应该是混火人吧 这里感觉磨免没什么用 磨免要全解光 嘲讽 这三个真的都没什么用 嗯 很尴尬 那这里最好的应该是那个有玩语 出两个小植物应该是比较好 或者加血量 加血也不错 嗯 我想 拿了一个炒粉 然后他选择炒粉 炒粉应该是最不好的吧 这怎么吃好一点呢 一一吃三一二三吃一二 一一吃三一是肯定的 对 我觉得他下一手特别尴尬 你想 杀那个怪呢相对是好一点 但是万一没扔掉 费用不够 好 没了 好了 费用不够了 特别尴尬 所以是不是还是混火咋会好 至少咋要怪 混火的话 有个好处就万一认不到我三三还能上 对我还能出怪 但也 不是特别好 反正就是 而且混火你可以保自己怪的一点血量 少一点攻击频率 哎呦 火山液法 没什么意义 直接火山药水吧 撞一下火山药水 但是删不了别的怪了 他手里全是六费的 那就把血法上去啊 拼一下 要不直接把血法上去吧 说不定能摸个两费的什么东西能上 全清 血法 火山药水 是全场打三 解不了啊 嗯 我的意思只是提前过拍嘛 反正你剩下的费用也没用啊 嗯 这就是当时 为什么抱这个依依啊 你浪费了那个寒冰剑 对啊 然后这个依依 保到现在有什么用呢 就很迷 选手可能 当时他保一是为了什么呢 好 那现在怎么办 挂冰箱了 有点怕死了 对面其实血也不多啊 十九血 挂冰箱感觉要输啊 嗯 就烂节奏是 嗯 很烂节奏 那你等会 二奥数智慧 血法这些费用还是要打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上个血法 对面抽一口 想找武器大哥什么的斩杀牌 但是非常有点尴尬 两个三三有点尴尬 好 你挂了这个的话 恐懒 就是我架成一个六弓 然后练回来变成了 三干六 怎么样 然后有恐懒在还是个四六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练回来吧 嗯 屁股大对面不好解 而且对面上回合是没有上过元素吧 嗯 所以他也不存在的抽什么 七六六给你来一口 嗯 我觉得黑色神话 刚才那个挂冰箱打错了 就是 打错了是 败笔了 没有用的 你又不是冰法 你怎么控场 对啊 这种这种打法就是 这个肯定有机会吧 哎 标文如果找一个控场法处 变焰 分爆 有没有 没有 哎呀三个不知道干嘛的 奥弹 睡法奥弹打四 有点梦想 不是你就不是冰法 去用了一个冰法的打法 所以当初我说发现那个冰箱 我就说这个冰箱是没有用的 他就用牌足 因为它是一个元素法 元素法讲究是控场面 靠自己 靠的生物要去打 是的 你靠的是生物打脸 他这套牌的法术牌 只有两个寒冰箱 两个云古雕纹和一个火山药水 这是刚才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么上睡法 要么奥数智会先过 先过牌 然后再要水 好一点 冰箱挂了三费 就浪费三费 浪费了 浪费了 分秒必争啊 这是一个 所以他现在这里还是要被逼去过牌 等于是你就浪费了三费嘛 然后他开始计算杀害 神兽什么够呢 不会了 手里是9点佩和血法的时候花是11点 还差6点 这6点需要一个火球 但是你这回合就破冰了 对 他选择阳掉,挺住,多一个回合,也许抽到第二个火球就赢了 是的,关键是好像破不了兵 变练一下是...好像破不了,那就抽吧 抽一口,一定要破兵,破了兵之后怎么都是赢 他有点怕,他觉得17血挺稳的 抽,好像只有大哥跟灵魂火是有用的 这个没用,心疼 那这边有机会了咯 这样的话手里是... 够是不够的,还要充的 他肺不够火充,很尴尬 那要不血法寒冰剑点一下 血法在上面额外过牌,给自己增加机会 哦,上个元素就能打5 但是你手里面没有小肺的元素 哎呀,好后悔啊 这当时为什么不拿个敌分元素呢 下回合就可以偷鸡打5了 他之前那个12也是提早扔掉了,为了战场 哎呀,这元素法的使用好像是蛮难的呀,鲁鱼 这个是元素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控制好 说里面要有个小元素,你要想好下回合你要干什么 但是你机会很容易被打乱 他就是赌下回合神抽了,也没办法 赌火球去了,本来留那个12这回合 刚刚好12拍3去下回合 对 766直接就点脸了 哎呀,他这样的话是只有一抽火球的概率 因为他两道人都用完了 是的 6.3%有点低啊 本来他留那个12元素 这回合他有多两种的可能性 就是766嘛 对吧,多两抽的机会 哎,有机会 来吧 来吧 差一张万一是个火球 走 就这一抽了 应该是炎爆吧 刚好打不出去 锅里,叽叽 哇,这元素法动员这么考究的 还要留一二元素 在最后触发打斩杀 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几张法术啊 一个火山要是两个火 我们想一下他先打奥数智慧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稍微变得灵活一点 这个冰箱火 他可能打了24回就不会算那个医药元素了 因为肺不够算医药元素了 然后可以这回合 他再打5 没有没有没有 费用是一样的 他上冰箱也是三肺 那个也是 哦,费用是一样的 但反正 这元素法好像是稍微的需要练脸 而且你赌智商的话 你这套牌其实智商并不多 又不是 就是智商很多那种法师 你要赌伤害的话 你要考虑到火焰死者的可能性 当时就应该考虑到元素联动 是不是应该留一个元素低倍元素 实话实说 我觉得他打了奥数智慧 看到那两张伤害的话 可能还会多想想 那个一二一要不要上 要不要出 当时就是手里也没伤害 也没想到直伤 因为他是打了奥数智慧 才过了火球海冰店 对吧 不过他当时发现的时候 选择了拿那个六五六八八是吧 是不是那张牌根本就没有用 但是那三张都没有用 那三张都没有用 955有用吗 你觉得955更猛一点 其他两张肺炎不低啊 好像都很高 是的 就很尴尬很尴尬 哎 曼霞来了 好 法师抽到了传说中最强的开局 叫法力龙 无限开门一回合直接秒杀 对 直接 要求不高 连开三十个就可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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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算了我还有个硬币少开一点 二二十九个好 二十九个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那对面解不了 没办法只能晒一个孔蓝 好了 直接赢的机会来了 来吧 剃脚吧 有点有点慌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好 无限开门 他会不会低调直接就打掉二二走脸了 硬币出一个一二看你 嗯 这个属于没有梦想 但是依然很强力的开局 他怕你进化吧 可能是这样 这一句我看好法师 嗯 小伙伴不好吧 这个法力龙太可怕了 要不就是射了他吧 哇 你这个 你啥 开门去了 开门 远古雕文 洋 洋不好啊 洋那个 哎 冰箱火球 变洋钥匙 哪个火球 两倍火球 要不硬币火球砸了他算了 我也觉得拿个火球 我觉得火球好啊 他选择了变洋 变洋 变洋就换了嘛 也行 变洋钥水 然后变了那个蝙蝠是吗 是吧 啊火球不好吗 我就不好吗 砸了他 我靠 这个法力龙 这个法力巨龙 这法力巨龙啊 不他考虑到可能下回合就是要上这个四倍的元素联机 也行嘛 卖一个元素嘛 这样考虑费用好一点 对面变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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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动物啊 对啊 解锐铺是动物 贪一点吧 先撞了 然后这个脸去卖这个一点伤害 保这个四五四 问题也不大 蒸气涌动者也是我们这次出的元素牌 法师的特有的 但是跟以前机械法时代的那个四五四着火了 还是差太多了 人家直接死点 免费 打四你是要费打 对 差的实在太多了 四射 然后加一个 狼外盒 这边费用也有点多余 诶 还是能上 那就上一个他再上一个那个异语魔点 异语魔点 嗯 那不是中对面迅速师的气了吗 那怎么办呢 他想法力龙加烈焰烈喷 他打开撞开然后把那个一二再放上去 这样的话还能配合元素 还是比你的 嗯 对面小犀牛冲过来了 然后犀牛解不掉是吧 对啊 你是解不了犀牛啊 犀牛还是 算了吧 狮子 我就狮子吧 狮子是不是更好一点 也狠狠 也狠狠 那对面敢上吗 真机用动则 你会发现炼盆有无穷无尽 来个羊 虎拉也不错 用动机 上一个法力龙解掉绵羊 嗯 有点怕飞刀犯狗就是了 但是对面应该是没有带飞刀 看一下 有 有 有犯狗但是没有 哎 有飞刀吗 我觉得 有 有 可惜没抽到 我觉得法师可能要赢啊 嗯 猎人实在是太弱了 前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可能要吃呼拉 反正挺伤的 这个呼拉配合到场上的乱七八糟 那如果我这边上个一飞上个墙呢 好 充分吧 六五 看他怎么解啊 他这样解 我可能解法力龙不解那个五四 不是他两个二二可以充分啊 嗯 是蛮赚的 但是 感觉场面也不强啊 不是 所以我说这样 他很容易这样解 然后吃呼拉 是的 心痛 然后就没牌了 练了最大的问题 没牌怎么 还不解一一 然后这个一一永远站在那里 哦解了 看到最大化 呼拉 一个呼拉全倒 全倒 这里元素稍微断了一下 问题也不大 下回合就可以散了 嗯 你有那个 裸散 下回合就可以训起来 还是嘲讽啊 问题不大 这里连标两下 还是先看个远古雕纹 来个陨石砸他 对 先交完看一下 看一哈 呃 再雕纹吧 反正免费的 对 不满意 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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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发 也很健 拿上个元素 下回合 喷 可以喷五了 嗯 他会被蒸发掉 他 哇靠这演技 我告诉你 这是个蒸发 哎你没想到吧 是的还挂个元素 再上两个元素吧 你再上两个 他不会来曲解一二的 我觉得 他怕放狗 放狗 放狗破那个蒸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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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只有一个怪对面就不会放狗 所以 眼睛是不是过于逼真了 那就点一下吧 那就点一下吧 点一下吧 真的你一个怪他一定不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 不演了不演 放狗也挺弱的 放狗也没啥 他想想 但放狗肯定不会结场 都是一二我是一一 你看就算两个 嗯 适当的演员 对面 非常尴尬 对面 哦硬 老四五不可能去解这种小垃圾啊 然后转脸中了蒸发 啊 舒服 心好痛 舒服 那怎么办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长 对面眼睛太低了 我靠打了个烈眼朋友 然后脸上挂着蒸发 怎么因为有这种人太坏了 好 火焰死者喷掉 土兰 然后打个火冲 对面就 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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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了了 没牌了 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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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射箭 一点都不贪 没办法 优势无限大 比分来到2比2 是的 你看 放狗万万一回来 哎呀 心好痛啊 本来是这只小狗去钻针发的 其实也不一定了 应该会 应该大概率是会去放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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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啊感觉 然后一个寒冰箭打过去 好像真的有机会 有什么机会啊 我解光你你有机会吗 你张牌打打死我给我看看 有点难啊 叶人尴尬的地方 冰酸元素 OK 动住4-3 然后对面 神冲 小小那个宝石鹦鹉来一个破法也没什么用 只有四攻加射箭才能打6 还没念打那个攻高的 然后6撞一个火虫点一个 有前提醒啊 这里 戏的人会 反正解光就我赢啊 哎呀 放狗也才7点啊 超 心很痛 解光就我赢啊 随便吧 GG 这个时候就是猎人无比还念那招已经逝去的快射 是的 快射还能来一个梦想 快射过快射过三种梦想 好 2比2 嗯 2比2比分 那么神万还打得非常稳啊 神万是来到了一个决胜局 那么这一套元素法也成功的走掉了 元素法还是蛮靠谱的 在随从交换的时候 只要对面不是很给力的卡组啊 主要元素的牌 它只要能触发是赚的 问题是你怎么去触发它 就是你要合理的安排你的费用和你的元素使用的一个方法 其实挺难的 我打下来感觉挺难的 主要是 法师的元素是不赚的 比如说真气勇动者很慢 他刚好是打到了猎人 如果打别人 你基本每回合你其实都是在亏费用 他那个元素是给你一个元素去配合你之后的元素 才是这样的一种滚绝球的效应 关键我刚才还是那个转折点还是那个呼拉我觉得 嗯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看到那个呼拉我才感觉法师赢了 这之前我还没没觉得呢 因为他这个牌是没有带呼拉的 对很容易去这样去解完 然后成了一个重呼拉的型 然后他正好有一个呼拉 主要他是没有带呼拉所以艾登没有防呼拉 但其实现在法师有刁文这张牌之后 什么都有可能 很多时候三费就莫名其妙开始放AOE了 打过刁文谁知道他抽到什么了 对真的很恐怖 所以说当前版本法师最强的牌应该一个是远古雕文 另一个应该就是密法学家 是 这两张才是法师的新的核心啊 太厉害了 一个是省费可以存着费用以后放 这太厉害了 好了完了这个这个海盗战打这种猎人 当年就按着地板打 现在是这个猎人 今年有螃蟹了 有螃蟹但是他不带 就没有螃蟹怎么打了 还不是被按着地板打吗 螃蟹才是海盗第一杀手啊 对 这宝石鹦鹉还没有 可以给螃蟹 两只老虎还差不多 宝石鹦鹉有什么用 挡不住呀 这两个进化还不错 砍了换刀 砍了换刀 下午要船长 我要鸡鸡游戏结束 这没有螃蟹怎么打 螃蟹还是不错的 消灭对面一个 变成了海盗自己身材又变得斑斑斑斑斑斜 然后训绍是训练一下 整三个进化龙是略显尴尬 雷鸣刺猴龙 随便了 叮 武器砍掉 瘋狂蝌走脸 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 所以猎人想玩还是要满边螃蟹吧 鱼 对要螃蟹 否则你在天气上碰到战士怎么办 对呀 你根本没法打好吧 不算天梯戰士都是獵人帶來個表現 對面叮 剛好才有一個叮 就很頭疼 那這邊看抽什麼 英勇打擊 摔英勇打擊 打過去 摔英勇打擊 打過去 有槍我也不怕了 但何況你根本不可能有槍 硬幣跳一個 那個叫什麼的也是個十七百版 如果你進化一個槍也不是不可以 但這槍很弱 三二槍 小腹子就過去了 哎呀 砍過去 砍了砍了 雖然沒有叫殺 但也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 手裡還有致死打擊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這不打英勇打擊 他還留一個 留一手 他這個叫打一手 然後換把刀 這叫留一手 差不多反正 黑色神話斬得有點像拉繩了 好了 只能強行駕強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的 然後這個牆還不一定能出來 很弱啊 強 沒有 沒有 憤怒 為強 哎好不怕 閃避 Wit 盛顿谁会撞你啊 盛顿别人更不理你了 你愤怒啊 别人还会砍你 如果不叫杀 打得不错 升级4点加英勇打击8点加产杀1点刚好 海盗爸爸还是厉害 无非打死了没什么 这点废话 这就是我们说的 海盗战为什么有点被大家打压 还是螃蟹的锅 没有螃蟹你这个猎人怎么去打战士 这样的话黑色神话 算是非常厉害 4-0了已经 乃蟹蟹应该接近携手出现 我觉得黑色神话 大家如果真的要针对他的话 还是往那套元素法下手 唯一的机会点还是突破点相对来说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不能换卡组 所以没有任何的办法 如果他晋级之后的话 大家都是可以重新换卡组 八强是可以再提到一次卡组 这个时候的话 八强是就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什么样的套牌靠谱 什么样的套牌比较不靠谱 我感觉骑士八强之后会非常多 就感觉比赛里面 可能骑士会有一点用武之地 其实我觉得嘛 就是你带骑士们有个好处嘛 就是逼人家 如果人家带个兵法嘛 人家兵法会把你骑士一扒 然后还可以打 对 这么打 欢迎你带个什么防 后一点的战士 现在战士防战不太行 没有任务那种防战 如果纯一点的防战 叠不起甲 叠不起甲 因为没有突发特的关系 叠不起甲 是的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前两集比较都已经看完了 之后的话 我们会欢迎一组解说 为你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哦 好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